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他的大小学 普浩铭 他的十五孙 普仪军演 創作作片总共三十六季 跟他指定明镜也特别影响身材 胡先生大师的一个雕塑画作 每一尊像都有他很精彩的故事 你可以看到比对着照片 你再去了解他 你会觉得真的很精彩 再来第二代 普浩铭老师 普浩铭教授 我们看到他真的永远是一个最温柔的力量 他那种温柔的 可是他却用最坚硬的雕塑 来形成一个温柔的力量 来穿透每一个人的心 再看到我们的新生代 普一军 真的 看到他的作品 真的 就是风格完全不一样 从小在他的阿公旁边 捏讨长大的小女生 现在已经长大了 甚至还两次的入选到法国沙龙 这台湾的骄傲 也是我们家喻的光荣 刚刚一党免贵教授 普天生是国内真有名的掌握 他的大小小 普浩铭和杂舌朗 普怡君 也都团兴他对着的是在在爱 一家三家都在进入设法国沙龙 并且透过电视的当片200年 也是团兴动人的創作故事和作品 配合电纜 出版单位的几位 台湾就足够设计 其中在在十八户 拜六会报两点 早期行的小母价 亲自副谷创造 由谷创作家 普怡君 亲自告的小朋友 组合利用简单的抓研头 含着副谷来作出赏他自己的小母价 这有二十个名字 严谋为止 报名可以用 星光三月十一日的文化会中来赏神 西星新闻 中华民 王小山 甘义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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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